我怎樣去 如果我要改變它 要怎麼樣才能夠提升我的一個位置 這個風水 了解 比如說第一個呢 座位要在你的左手邊 也就是剛才提到的 動線上是要從這樣子進出 然後才會順暢 是 那第二個部分來說的時候 就是背後要有靠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地方背後要有靠 接下來就是我們想要 有些人他可能會提到 我的位置很容易扮小人 是 在工作上如果包括他們剛碰到 這樣的一個客戶 或者奧客的話 也都屬於小人 所以我們有些觀眾朋友 可能在辦公室裡頭 他擺放仙人棗 放擺放桌上 如果你在桌上不太適合放的話 你可以在有抽屜的桌子 可以在抽屜的左手邊的第一格 擺放麒麟彩八卦 可以防小人 麒麟彩八卦 對 衝翼裡面 最後一項就是我們一定要記得 左方右圓的一個基本原則 各位朋友我在左手邊 如果要放水晶的話 以這個所謂的柱狀的水晶為主 那麼右手邊擺放圓形的一個水晶 通常柱狀水晶代表權力 所以當我在左手代表握權 掌握權力權障 所以基本上來說 它代表比較有機會 升官 加薪 升職的一個含義 那麼在右手邊來說 主要是掌握這個所謂的財富 所以通常右手這些部分來說 是用圓形的水晶 比較能夠提升財富 主要是掌握的水晶